等你們倆很久了 整個星期我最期待今天 因為又是我們見面的時間 我也是這樣說 我最近學了新魔術, 還記得 先看看如何 好, 讓我表演給你們看 這裡有300元, 是嗎? 是 一張, 兩張, 三張吧 嘉嘉, 我們這麼好朋友 讓我給你200元 真棒, 輕鬆 但我依然有300元 好, 衛哥, 給了嘉嘉之後 當然你也要有 我又給你200元, 謝謝 我依然有…300元 好厲害, 你怎麼變的? 可不可以教我嗎? 變錢其實很容易, 不用學的 只要你跟著我們三位靚太太 錢自然會越花越多 一起看看今集有什麼推介 100元不用, 可以享受維港美景 比市面便宜一般的傢俬在哪裡找 替你測試自家製洗頭水 究竟會不會使得打擊? 馬上活得很容易 又不是隨便宜一般 也不可 Made, 可不可以 偉哥, 今天帶我吃什麼? 很漂亮, 上去你就知道 美妮, 你對吃東西有什麼要求? 吃東西當然最重要是好吃 不過如果加上一個美景, 就是冬日廂 這樣嗎? 不如去六樓吧 這個景不可以 八多元就差不多了 不如去十八樓吧 這個景比較好 但價錢比之前那個更貴 那不如去二十七樓吧 二十七樓? 餐廳的價錢跟樓的高度一樣 越高越貴, 二十七樓一定貴很多 看過你就知道 九十二元?真的不是 對, 整排窗口都對著維港, 很棒 雖然這裡的窗口位很多 但這個維港景還不夠完美 要適選才行, 跟我來吧 美妮, 這個轉角位就是全家餐廳最漂亮 最開揚的景良 對呀 在這裡連對面的彎仔會展 中環很多高樓大廈都看到 真的整個維港都飽了 是呀 但九十二元在這裡可以吃到什麼呢 謝謝你, 給你 給你, 這個九十二元 就可以吃到這裡的套餐廳 分別有什麼呢? 有六小碟前菜 你那個就是牛肉石頭鍋飯 配海帶湯 而我的就是辣炒豬肉飯 配海帶湯 還有一個柚子蜜 好, 我們… 太好了 謝謝你, 看著這個無敵海景 吃東西也比較開胃 邊探美食, 邊探美景真是享受 日景這麼漂亮 如果還有夜景, 更完美 美妮, 你果然很有要求 不過我也有辦法, 跟我來吧 美妮, 我們這次可以去三十樓 那會不會更漂亮呢? 露天很有感覺 是呀, 可以遊遊走在這裡吹風 在西九這裡看到這麼漂亮的璀璨夜景 看出去西九這裡的樓 全部打開燈, 景真是一樓 那這裡吃什麼? 我們剛才吃了午餐 現在吃甜品了 有火焰雪山和心太遠給你選擇 八十八塊, 加上一也成為九十六塊 吃甜品了, 吃得心都甜 再看著美景, 人都醉了 一百元不用, 我覺得真的不錯吧 所以說, 跟著我們便宜攤美景 真的很容易 想平價看美景是有點局限的 就像這間韓國餐廳一樣 就只有星期一至五午午餐 才可以有九十二元的消費 而這間露天餐廳就只開夜晚而已 食物的選擇不算很多 就像露天餐廳九十六元的消費 只有甜品, 但以不用一百元 就看得到美景, 值得推薦 有件事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來之前要看天氣報告 如果太風太大 就會吹亂海一個設得這麼漂亮的發型 還說這麼多, 快進去避避風頭 對著維港美景, 還有這個中環碼頭 就這樣看, 這裡好像沒什麼特別感 只看見船來船往 其實每逢星期二, 這裡都有特別的玩意 嘉嘉, 我們今天玩的這個活動 再新奇又刺激 所以是不用錢的 這個活動很簡單 只需要一條繩子, 做小龍女? 來自英國25歲的Edward 玩了slacklining四年 slacklining是一種 鍛鍊身體平衡力的運動 是在行鋼線的基礎上開創出來的 玩的時候綁一條尼龍的扁帶繩子 然後在上面走走就可以了 Edward, 為什麼你會在中環這裡 搞這個活動? 因為中環很方便 十六年很好玩, 很健康 不用繩子 不用繩子嗎? 不如馬上示範給我們看吧 好啊 首先要做的是坐下 好, 先坐下 對, 坐下 接下來要做的是站上 坐得很困難 這個有點困難 但當你上升 好, 太棒了 這是最容易的事 我已經最容易了 對 然後… 好, 然後開始走 好 開始走… 好厲害 很好,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可以嗎? 還要來個翻身, 多厲害 好 Slag Lining 通常會用一條大約長30米的扁帶繩 綁在不同的位置, 好像柱位 而繩的闊度有50毫米和25毫米兩種 究竟玩Slag Lining有多簡單? 看看它 反過 спокой只是上 YA 用了十秒就行了 學懂行後, 可以試試躺在上 想再挑戰自己, 可以在上 formul下 可以做距離跳躍的動作 雖然玩Slag Lining有點難度 但是玩完之後, 整個人全都放鬆 全都好, 全都無壓力 所以吸引了很多人來玩 女生玩會不會覺得難很多 也不會, 看你做甚麼 可能有些做花式不夠膽 可能比較難一點 有甚麼能吸引你呢? 我覺得這件事可以讓我們訓練一下 在失敗中學習 好, 開始 1, 2, 1… 1, 2, 1… 好, 1 很震動 好, 開始一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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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是好嗎? 很震動 好震動 好震動 老公, 不要生我 我不是想捉一個男人的手這麼久 因為我會跌 我知道你特意要給你 不是 很震動 我來吧 說了 謝謝 謝謝 其實真的很難 我根本想去 沒辦法可以自己站到 對, 你聽到吧 三步而已 喘氣就知道 對 很難平衡 所以真的很厲害 剛才要我們站在這裡平衡 已經很難了 但對阿倫來說是小儀科 因為他還有一些更高難度的動作 可以表演 阿倫, 立刻交給你 為我們示範 好 你也要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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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太好了, 很厲害 我想我們一輩子都學不到 學很輕鬆, 學一學 半身錄影要洗一大筆 想節省一點, 到底有什麼辦法? 這張餐桌連四張餐椅, 才1100元 古典機仔, 300元 400元一個廚櫃? 這麼大張沙發, 一千元也不用 哪有這麼好處的? 真的有的, 跟我來吧 Alan, 你是不是有好介紹? 是, 我們的家室比外面便宜很多 像這個櫃一樣, 其實是用實木做的 原價是過萬元, 現在是二千五百元 那些櫃餅也很漂亮 而且還很實淨 好像黑色的木茶機, 兩邊有儲物 原價好像要成二千元, 現在七百多元 這個貴的款式挺簡約, 挺容易搭配 而且儲物的空間有多 挺適合香港的家庭 這張沙發是用真皮製造的 而一邊也還有桂妃 原價也要七千元, 現在一千九百元 通常這些L型的沙發都比較大張 這張是剛好久的尺寸, 適合六七八尺的房子 這個衣櫃有八尺高 表面就用局七做, 連價有三千多元 現在一千二百元 這個櫃的款式挺時尚的 而且內櫳又大, 全都安裝了我的衣服 Ellen, 是否因為這裡的租金便宜 所以貨品的價錢又可以便宜一點呢? 也是的, 其實始終廠下來說 比街鋪造感也會便宜一點 而且是否因為這裡佈局比較簡單 所以也可以賣便宜一點呢? 也是的, 而且我們賣的 全都是二手家屍 所以開價也可以便宜一點點 也支持環保 現在市面上有不少家屍回收公司 將家屍回收回來 經過翻身、清潔之後 再會拿出去賣 大部分都很新鮮麗的 有些看起來跟全新的沒什麼分別 Ellen, 你在做什麼? 其實我正在幫傢俬, 做清潔 是的, 其實我們所有收回來的傢俬 都會做簡單的清潔 如果布的梳化 我們會用蒸機去做消毒和清潔 如果你拿回來的傢俬 花了或崩了, 那又怎麼辦? 通常這個情況, 木傢俬為主 如果花了的話, 我們會用硬料做修飾 如果崩了的話, 我們也有木粉 可以把它修補 可以修補, 令它最英俊出來 二手傢俬一般是原價的三至五節 定價視乎傢俬的新舊程度而定 當然, 越新鮮的就越貴了 一分錢一分貨, 視乎你的選擇而定 在買二手傢俬之前, 記住檢查清楚 沒問題, 這裡的傢俬我全都檢查過了 找人送來我家吧 不過這裡的價錢不包括送貨 我已經幫你們準備好車子了 二手傢俬的款式 可能會是一、兩年前的貨 未必適合一些追求潮流的買家 加上可能有瑕疵 喜歡新鮮的人就不對了 不過價錢勝在夠便宜 比市面便宜大約五至七成 如果懂得選擇 隨時會收到新鮮的貴價貨 日出界, 到處都是車聲 不想聽這些嗎?可以聽這些 海流星從哪兒傳來的? 跟我們來就知道了 就進入秘密花園 來到, 就是西環這裡了 這裡有一個泳澎 這裡有一片海景 我們來游泳嗎? 我們是來看水的 西環泳是在六十年代興建 現在來這裡游泳的泳客不多 反而成為一個欣賞海景的好地方 在這裡最有特色就是這條木橋 這條橋是六、七十年代建造 到現在還很穩固 在香港的海邊有這麼長的木橋 真的很少見 這裡的海景很漂亮 不過現在開始大浪了 一個不小心 就很容易被浪花淺濕身了 來到西環泳澎 有一件事一定要做, 就是拍照 這裡可以說是影友的熱門拍攝地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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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這裡拍了很久, 拍什麼? 我本來打算來拍日落 因為這裡近西面, 今天方便你 打算看看有沒有太陽拍 但今天真的好像沒有太陽 拍不到日落, 還可以拍什麼? 還可以拍浪 因為這裡有船經過 會回到大浪, 拍一下浪花 但是光拍浪, 你不覺得很乾嗎? 很乾, 有些新元素提議 沒錯, 新元素就是… 不如幫我們倆拍照吧 好啊, 很榮幸 太好了… 你上了 你好, 來吧 一定是 conseqlis Nou 對遊盤, 你看吧 不然你看看 怎麼會是水平 你覺得污水平 你的水平 最難 Kitchen 走百多級就到了 不想破壞這麼美麗的風景 就要實行綠色生活 追求天然無添加 這次會用一些簡單材料 自家製天然洗頭水 Dissie, 麻煩你教教我們 怎樣弄洗頭水 好, 首先椰子油 椰子油是最大份量的 椰子油其實在我們做蠻鹹裡 是一個百搭的油脂 有什麼供效 它的清潔力很好 接著切花籽油 接著我選一些橄欖油 橄欖油, 所以你看到 份量是很少的 是加一點滋潤頭皮的作用 所以要混合了油 清潔的作用就多些 滋潤的就比較少 是的, 我們需要加熱 我們開一點點火 它的溫度大概是七八十度左右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就去混合 那個氫氧化甲和水 這個步驟比較危險性高一點 因為它是強簡成的 我們戴著手套就會做一個保護 現在我們把它混合 這個時候就小心一點 它混合的時候會產生高溫 還有有時候可能會有些煙 有些氣味霧出來的 摸一下它 對, 是暖的 對 而且有些煙上來 看到嗎 對 我們已經將近七十度了 好, 我們把它關火了 我們也量一下氫氧化甲的溫度 都差不多到七十度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混合了 我們逐少逐少, 這樣一邊加一邊攪 開始有點像一些鹼水 對, 很有趣 它一會兒就會越來越稠 攪好它之後 其實我們需要 頭二十四小時要保溫 那二十四小時就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 我們就找一個家裡的角落 沒有太陽曬, 不會太潮濕 亦是通風的地方 放它, 一直放, 放到通風位置 通風位置 經過了十五分鐘的攪拌 洗頭水已經變成很濃稠的狀態 像小壺一樣 對 現在已經變成固體 這個已經放了多久? 這個大概放了兩個星期 我們會預備一些水 這個水是普通室溫水就可以了 清水 對, 清水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將鹼壺 逐少地放下去 那比例要多少? 比例大概一比一 我們開了鹼壺之後 放了一晚 然後它溶解了 就會變成這樣的狀態 這個狀態 它可能顏色會有一點不同 深了一點 然後這裡已經可以用得了 不知道這壺洗頭水 洗出來多不多譜 洗完之後 看看頭髮乾淨不乾淨, 順不順滑 嘉嘉, 你這麼多疑問 我們立刻找個測試員 幫我們測試一下就知道了 找誰?找你嗎? 這裡 謝謝你倆 謝謝 謝謝 我現在下手掌用那麼多洗頭水 試一下 我現在下手掌用那麼多洗頭水 試一下 我現在下手掌用那麼多洗頭水 我們來測試一下頭髮是否順滑 看它是否順滑 好 完成 好了, 梳 梳不到尾 試試那邊 試試那邊 真的有點奇怪 對, 為何頭髮會有點卡 其實我們天然的洗髮水 它本身是深層清潔 所以它將頭髮的鱗片打開 所以它是徹底清潔的 但當它吹乾的時候 當時的情況不一樣, 跟平時一樣 好了, 現在吹乾了頭 我再試試梳一下, 它會順一點 真的順了很多 更好一點 自家洗髮水果然很好, 簡易 原來不像魔術都可以省得到 三位美太太, 果然可以的 不是你猜的 我們還有很多方法 可以令錢越來越見世 讓我展示給你看 用橙皮自製洗潔精, 全都夠環保 去烏能力又有多強 不像小孩子的水性 同裝大突賣, 十元至130元 這樣的價錢 究竟適合小朋友心水嗎 香港也有沖繩大教堂 水天一色, 景色比美沖繩 總之我們三位美沖繩 證明有辦法, 聚息消費 活得很容易